男性乳腺癌是一种少见但并不罕见的疾病,临床上关于男性乳腺癌的前瞻性研究很少,绝大部分研究指南乳女性乳腺癌,而目前男性乳腺癌的建议,从这些试验结果推断而来。 男性乳腺癌与女乳腺癌的差别,男性乳腺癌约占所有乳腺癌中的1%,一名男子患乳腺癌的终身风险约为1,1000,而女性则为1比8,女性乳腺癌患者中有5%,10%的Breaker基因突变,其在70岁之前患乳腺癌的风险为35%,45%,近0-4个男性乳腺癌患者有Breaker基因突变。 4%-16%有Breaker2突变,但是Breaker突变的男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显著低于Breaker突变的健康女性,表异男性乳腺癌与女乳腺癌的主要区别,男性乳腺癌的危险因素与许多癌症一样,男性乳腺癌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逐步上升,男性整个乳腺癌的平均年龄, 大约比女性长5岁67岁vs62岁,黑人似乎比北西班牙一白人男性的风险更高。 若男性的一级亲属患有乳腺癌,则该男性患乳腺癌的风险,则会增加一倍。 Breaker突变是男性乳腺癌最明确的风险因素之一。 NCCN指南建议 患有Breaker突变的男性,从35岁开始每年进行临床乳腺癌检查,并考虑前列腺癌沙查。 目前不推荐乳腺X线瑞影或磁共振成像筛查乳腺癌,此激素水平升高是男性义患乳腺癌。 其他与此激素水平升高相关的病症也存在联系,包括男性乳房发育症、肝脏疾病、高丸异常、肥胖以及Clinifilter综合症、先天性区系精管发育不全综合症或某某外合型。 这些病症的共有特征包括性险功能低下和高通水平低,表扬男性乳腺癌的危险因素。 男性乳腺癌的临床表现,男性乳腺癌的最常见临床表现为无痛性乳房肿块。 其他症状包括乳头内线、乳头疏血、皮肤溃疡和可触及的液窝淋巴结肿大。 最常见的鉴别诊断是男性乳房发育症。 如果有乳腺癌的高危因素,应该进行乳房成像检查。 超生检查是和25岁以下有乳房肿块的男性的初始检查。 对于25岁或以上的男性,乳房X光检查被推荐作为初步诊断检查。 在乳房X光检查中,男性乳腺癌通常表现为偏心性肿块。 只有提示性病变的男性应该进行活检以明确诊断。 由于公众意识不足和缺乏刹差项目,男性乳腺癌诊断时可能肿块更大。 直播力8节转移更常见。 男性乳腺癌的分期与女性相同。 目前无性别特异性的系统分析推荐。 男性乳腺癌的病理学特征,大约只有10%的男性乳腺癌为原味导管癌。 原味癌之所以在男性中罕见,是因为男性乳房中,通常不存在中端小业。 大多数男性乳腺癌病例都是浸润性癌,浸润性导管癌是目前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 男性较少见的组织学亚型包括乳头状癌2正数3%,和女眼癌1正数2%。 虽然小夜癌占女性浸润性癌的约12%,但该亚型在男性却很罕见,仅占病例的1%至2%。 男性乳腺癌次激素受体阳性率较高,而和二阴性率高于女性乳腺癌,其标志物的发病率与绝经后妇女相似。 男性乳腺癌的愈后,男性乳腺癌患者的总体生存率,低于女性乳腺癌患者。 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男性就医时疾病被介绍完和诊断时的年龄较大。 与女性乳腺癌一样,男性乳腺癌患者疑患第二原发癌症的风险增加,男性乳腺癌患者得第二原发癌的绝对风险低于2%,受影响的病种包括黑色素瘤,截脂肠癌,疑腺癌,前列腺癌和淋巴造血系统癌症。 尚不清楚这些风险增加是否是由于潜在的突变相关,如BREAKER2等基因,由于没有将集中于男性乳腺癌患者的局部随机试验,因此方法是从对女性乳腺癌的研究中推断出来的。 很多出质的女性乳腺癌患者会接受薄乳及乳房肿瘤切出术和全乳房照射,但即使是早期的男性乳腺癌患者,薄乳术也很少应用。 大多数男性乳腺癌患者在接受乳房切出术时,也进行一窝淋巴结清泡或前上淋巴结活检。 随而登记处数据的分析显示,仅有18%的T1N0男性乳腺癌患者接受了薄乳手术,但是在一些观察性研究当中,男性与女薄乳术患者的生存率接近,提示女性手术试验的数据可以安全地应用于男性。 在实践中,放疗往往在男性乳腺癌患者中使用不足,目前没有随机试验评估或男性乳房切出术后放射的作用,但基于人群的观察性研究表明,男性乳腺癌患者可获益。 根据女性乳腺癌指南的建议,应该向有复发高风险的患者,提供辅助或轻辅助化疗和合二把项。 然而与局部的情况一样,也显留化疗的随机试验招募男性属性癌患者,观察性对炼研究表明,接受辅助化疗的男性患者的生存率有所提高。 但在研究化疗的风险和潜在益处时,临床医生应该考虑到,男性在诊断乳腺癌时往往年龄较大,且预期寿命较短的因素在内。 基因组检测,如产生复发评分的21基因检测,Oncotype,DX和Mameprint正在越来越多地用于确定乳腺癌女性的愈后,即使用化疗的必要性。 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复发评分接近,在男性人群中复发评分大于等于31分代表复发高风险,极低复发评分,11分代表复发低风险的人数比女性要多。 因此对男性乳腺癌要格外关注其是否为复发高风险人群。 据此制定不同的方案,大多数男性乳腺癌都是激素受体阳性,因此内分泌是男性乳腺癌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男女性激素产生机制的根本差异,内分泌也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最有差异的抉择。 性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男性的标准辅助内分泌是用他墨西奔5、10年,时间可以根据患者复发和副作用的风险而各企划调整。 他墨西奔对男性的副作用与女性类似,包括静脉血刷形成,白内障,性功能障碍,情绪变化,潮热和腿部抽筋。 方向化媒意志剂对男性的疗效尚不清楚,男性疗效可能弱于女性。 基于人群的系列研究显示,男性接受辅助方向化媒意志剂,与他墨西奔相比成活率较低。 在几项研究中评估了方向化媒意志剂对温辱健爱男性的肌肤效益。 这些研究表明,用阿娜去做后,健康男性的子二传受到抑制,达到每毫升14.1pg的水平。 而用阿娜去做的绝经后,妇女子二传水平,被抑制到每毫升1pg以下。 这可能是男性疗效相对较差的原因,对于不适合接受他墨西奔的男性患者,如有血栓形成病时的患者,可以使用促性性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作为辅助疗法。 使用或不使用方向化媒意志剂,单机方向媒意志剂,不得视为标准辅助方法。 目前男性转移性乳腺癌内分泌与女性转移性乳腺癌的药物相同,包括它墨西奋,方向媒意志剂克服为斯群。 据报道,与单独使用内分泌相比,内分泌联合使用的细胞周期依赖性肌媒意志剂或ENTER意志剂,可显着改善乳腺癌患者的愈后。 总结,我们对男性乳腺癌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 努力的重点是防止乳腺癌男性的不。 此外,更好地了解该疾病的生物学特性至关重要,特别是了解男性乳腺癌和女性乳腺癌之间的差异,并确定这种差异是否具有意义。 现有的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男性乳腺癌的临床试验是可行的。 国际男性乳腺癌项目正在进行一些大量的研究,未来乳腺癌的研究会更多的向男性开放,以建立支持男性乳腺癌的政治基础。 参考文献 2018-37824-2311-2320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或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